五報頭條先來聚焦 今年第四號颱風哈格比暴風圈 已經進入臺灣的東北部海面 以及北部海面 對臺灣構成威脅 預估強度將增強 而且暴風圈又略為擴大 到上午十一點 氣象局發布陶大雨特暴的範圍 擴大到十六縣市 三號整個白天預計是哈格比颱風 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颱風暴風圈已經開始進入 臺灣東北部及北部海域 因此氣象局持續針對哈格比颱風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受到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其實北臺灣已經有陸續出現 一陣一陣雨帶所帶進來的 短暫的奏雨 而除了颱風的影響之外 我們看到西南部的海面 其實也有滿多的雲系 隨著西南風移近 所以今天在臺灣的中南部地區 其實也都有一陣陣明顯的奏雨出現 而且有時候會出現短時的強降雨 氣象局指出北臺灣的降雨 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後會逐漸緩和 不過西南風帶來的降雨 到今天下半天還是會持續 另外在中午過後 受到熱力作用加強的影響 在山區的部分 甚至一些接近山區的平地 也是會有午後雷震雨發生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氣象局針對桃園市發布豪雨特報 西半部局部地區大雨特報 至於是否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謝沛雲則表示 目前的預估還是以海警為主 是否發布陸警 會依據最新監測狀況對外說明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林余松翰 臺灣台北採訪報導